随着全球永续旅游的意识高涨 低碳绿色旅游成为新兴的旅游方式 军达集团旗下的军达休闲农场 央月美帝度假酒店 就以ESG为出发点 坚持着对环境保护落实永续发展精神 以节能减碳方式来推广 有机绿石和低碳绿色旅游的方式 双双融获了花东地区 GTS国际永续绿色旅游认证两颗星的殊荣 而央月美帝度假酒店 更是花东地区唯一获奖的饭店业者 简单简单潮流席卷全球 拥有好山好水地环境的花园线 不仅只有观光更是全国中央的有机农作中央产地 为了替台湾留下一块净土与受保护的智囊环境 迈向37年的军达集团成立以来 一直以永续作为发展的主轴 军达有机农场与央月美帝度假酒店 为中央山脉以及海岸山脉群山环绕之中 来自中央山脉接近纯美的山峰青湖香草 其来自山甘美人林的泳泉 滋养了园区的有机作物 暂地一万五千多坪的园区 种植一百多种有机香草 天然存进气息地云育出多样性生态以及多云物种 央月美帝还有我们的军达集团农场 在去年花了一年的时间向欧盟申请 在荷兰的这样的一个审核 以及到我们花园央月到我们的农场 来做各方面的审查 在这样的一个严格的审查 我们通过了 所以我们今年2003年 获得我们的GTS这样的一个国际认证 也就是绿色旅游永续农业 这些的GTS的认证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绿色旅游 也就是我们讲的现在 我们所有的旅游 现在整个全球在推动 这个ESG的这个部分 就是希望能够跟永续旅游 做很重要的连结 这个是我们在央月美帝军达 30多年来 一直都是以无毒有机的栽培 所以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第一个字友善 就是一的这个 落实了这样的一个 友善大地的环保的这样 坚持以无毒有机的方式来栽培 我们延续总共有15000坪 都是这样来做要求的 那尤其我们在绿色旅游里头 很重要的主轴 就是食 住 行 乐 还有垢 这几个部分呢 我们央月美帝是全汪位的落实 所以我们落实了以后 我们必须跟国际接轨 所以我们也在去年很顺利的 取得了这样的一个审查的资格 所以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认证的殊荣 也是我们文化东区唯一得到这个殊荣的一个饭店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竹蜜范美林也肯定 巨大集团的环保爱地球的永续理念 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气候变迁 不是极旱就是极浪 要不然就是高温低温 这样对我们的作物 对我们整个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跟环境和谐共处 怎么样让我们的农业可以永续 让我们的粮食安全可以自给自足 然后达到一个最好最安全的一个保护 这都要靠着我们所有企业共同的努力 那我相信也祝福央月美地 未来可以在我们所有环境永续 然后EGS成为所有企业的一个零头 夏日产生于瓦斯恩共同交责而成的天籁 旅客再次聆听瀑布的水声 旧文以及触摸带着负离子的香草 享受纯净游击的大地与无独生态环境 同时也结合邻居的木工与生态栏道 出印清水生态供应以及干沉自行车道 以低碳旅游模式 让旅客身心情尝尽在此得到放松疗愈以及满足 记得喜欢 接下来就到 吃烘鸭鸡之达 吃烘鸡之达 吃烘鸡之达 吃烘鸡之达